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疫情爆發的初期 全港都陷入口罩坊 成就了香港製造的口罩 各方的新手 舊港也好 牟利也好 都加入戰團 有人甚至用14天就成立了生產線 形成了新香港製造的浪潮 香港口罩坊最大的優點 就是資訊方面吸收得非常快 變成很多東西不足的話 他們都很適當地用現成的器材 改良到產生第一隻口罩 因為這場疫症 就由化學補習天皇 成為了香港口罩第一人 除了自家設計生產口罩之外 還為不同的工廠找場地撲物料 成立了口罩商會 檢查工廠 監督生產 因為我的心態就是這樣 我不管你是甚麼顏色的廠 你自己要做好的口罩出來 幫助香港人就可以了 坦白說 真的一元都沒有收過 正常我們會檢查他的流程 其實最主要就是檢查他的廠 有沒有很困難 即是他的廠的銷量和產量都不合適 就是要收貨 這部工廠是用來加正電的 我們有時的布在外國回來 可能正電會有一定的流質 工程簿加工夫可以加大 加大真的是火力很猛 火力很猛 火力很猛 那PME會高了很多 其實我所知道 沒有一間廠的工廠被人找份 我知道最慘的那間 就被人騙了幾十噸 一種叫SMS布 現在我坐在這個位置 口罩工廠的老闆 據他所說 他都應該沒有了幾百萬 被人騙了 就是原料 這個中間是正人 很漂亮 見到發告 很漂亮 纖維都是很幼細的 康Sir曾經公開批評 口罩工廠生產的口罩質素 還差點跟創辦人罵到動手 我現在告訴你 你有問題 不是我想堆壞你的廠 而是想你的廠改良 當然打他罵他 為甚麼說我失敗 自己冷靜下來 正常有個專家說我的東西失敗 那就檢討一下 當時我們大家同意了 不如大家買一部機 買一部叫TSI的機 TSI 8130A 這部機器就謝謝你了 這部機器 可以在幾秒的時間 測試溶噴布的過濾率和透氣度 是否符合標準 可以杜絕買入不合規格的原材料 更加可以一邊生產 一邊監察成品 8.83 非常好 怎樣改良這部 怎樣換不同的原料 就可以砌出一個很高的數值 這個不是間間廠做到的 現在基本上我有甚麼都對給他看一看 即是叫做考試 即是他給我一個過程 我也當擔心是老師 你調好他 你就覺得自己 唯唯 口罩的質素 是由嚴謹的科技 加上責任心做出來的 對我來說 他做到漂亮的口罩 就找了我的數 現在全港擁有TSI機的口罩工廠 不多過三間 在礦Sir的詢問之下 口罩工廠不收錢借出TSI機 所以礦Sir成為了口罩工廠的常客 經常帶其他廠的材料和出品來檢測 這個貢獻其實非常大 在很短期 令到很多口罩廠沒有再被騙 也減少很多鬥訓 廠商都很安心 專心做口罩 另外香港人 有不惡香港的獅子山精神 他得了又幫隔離的廠 香港出產的口罩 爆炸性地增長 疫情緩和之後 很有可能需求會大減 礦Sir的建議就是要開拓海外市場 但如果要走這條路 就不止一部TSI機 還要引入儀器 在廠內測試細菌和人造血 例如用這部噴血機 做水銀壓力測試 看看口罩可以達到ASTM哪個級別 由這部機不斷進行測試 口罩工廠便成功研發出 第一個香港製造 能達到ASTM Level 3 級別的幼童口罩 如果要去到Level 3 人造血是要抵受160mm水銀壓力 但這個壓力很難過 如果要過到 面部、底部和中間容分部 有特殊的要求 很多廠都不做 礦Sir說最理想 就是同一批口罩做完所有測試 但很多工廠都是斬件式認證 先通過了BSE、PSE 再用另一批樣本去測試ASTM 但這件事在買口罩的盒子 是看不出來的 那不同批斥的產量和質量 豈不是很不同? 其實你問得非常好 一定有很大的分別 所以變成那張紙 其實如果你不是每個月更新 其實都沒什麼意義 所以做到廠內測試 才可以確保口罩質素穩定 不過礦Sir說 在他監察之下的工廠 大部分都是良心生產的 很坦白說 很招職地說 香港的口罩 現在已經拍得住台灣 我全部用的口罩都是香港的 在過濾率 甚至超越台灣 但是透氣度 從台灣搶得住 我希望香港 造成全世界的口罩業的龍頭 礦Sir這麼有信心 真的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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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